很多地方妈妈为了家庭奉献了一辈子而放弃梦想 为了鼓励更多的地方妈妈勇敢的追梦 中兴兴村文化居落店家1985音乐公寓 筹备了地方妈妈的逆袭音乐会 让妈妈们展现各种才艺表演 活动中更结合立行基金会募款活动 强烂精彩 今天的整个音乐会 不管是舞蹈音乐或是歌唱等等的表演者 都是以妈妈这个角色来去 希望说可能他们平常是一个 全职的家庭主妇之外 可是他们还是可以透过他们喜欢做的事 去展现他们的一技之长 办这个小型音乐会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帮立行基金会来募款这样子 所以我这次把我的CD捐出来 然后就是我们在我们每次的 小型演出当中我们也会做异卖会 就把我的CD拿来做异卖这样子 那今天比较特别的活动 因为我们之前的活动 大部分都是请小朋友来演出 那今天我们特别也请了30个地方妈妈 来这边做演出这样子 先演员张大泽表示 妈妈们平时由于家庭的关系 而放弃自己的梦想 也感谢主办单位的用心 借由活动让妈妈们能够齐聚展现才艺 今天很高兴在我们南投市中心新村的 1985音乐公寓 举办这个地方妈妈的音乐会 会中有很多这些妈妈们 可能过去因为照顾家庭工作的关系 而疏于练习 但是他们现在退休后 重拾他们的兴趣 在这里有个表演的舞台 也邀请他们一起来参与表演 那当然我们也结合立行基金会 来这里做捐款意卖的活动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善的力量 让大家一起来参与 先演员内学指出 相当感谢主办单位的用心 借由活动的规划 能够达到交流的目的 而另外立行基金会 长期从事家庭包里防治工作 也希望抛转引玉 社会大众能够更加关切 中心散策的序列活动 今天可以说是最压轴 尤其今天的所有的音乐表演 都是在地的母亲 发自内心上台来表演 我想透过这样子的程序 大家彼此能够互相交流 同时也能够有不一样的感觉 我想感谢我们1985子杰的用心 还有我们散策 我们一阵的系列规划 总共维持三个月 今天是最后的一个ending场子 也结合到我们的立行基金会 立行基金会长期在从事我们的家庭 暴力防治工作 对我们的受暴儿童 受暴妇女 建立一个中途之家 也在募款当中 那燕雪也亲自用行动来支持赞助 我们期盼说 抛转引玉 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一点 让我们的社会能够更祥和更安定 地方妈妈的逆袭音乐会 演出的30多位南投地方妈妈们 用热情的舞蹈 歌声 钢琴等 展现自我的才艺 也让现场观众掌声不断 为活动画下完美的据点 记得从军南投采访报导